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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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包括录像 包括在意大利 这个就是驻意大利的这个记者 去采访他们这个厂的老板 工作人员 然后得出的这个结果 包括他最后用中文讲话那些视频 你会觉得反正是两边都不是特别清白 或者不是特别清楚的 因为最初假如说达芬奇不是虚心的话 那他等这么长时间才突然冒出这么一这么一段事 是不是他中间呢做了很多铺垫才敢 所以我觉得他本身也是比较虚心的 这也是有问题 另外这个虚心 见识中文有点问题了 比较心虚的 比较虚心的是说他谦虚 我想到两个 我就是说这个事呢 那我也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是吧 央视的一些报道 包括就是说他的一个事情 包括一些这个中国半官方媒体的一些是吧 一系列的报道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要追究所有的真相 我认为这是没完没了的 我觉得说他的背后存在了一些 就是说比较根深蒂固的结构 比如说就是说中在中国 尤其是跟外国勾结 或者跟外国产生联系的情况下 很多的这种文化呢 包括法治等等 都是非常灰色的 就是说包括他的背后 有很多这个利益 利害关系的一种勾结 那这样来说的话 那他又是个中国特色的 而且呢 今天中国走出去引进来 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的品牌到了中国以后呢 又变成另外的样子 我不知道就是像你们这个外国人呢 在中国你们俩都是中国通了 生活多年了 你们留在中国的理由 我猜啊 会不会其中有一个是看热闹 就觉得我们这出的事 你们在你们国家一百年也见不着 有点靠边 因为觉得但是不是为了看热闹 只是说觉得呢 凑凑了 凑了 凑了 好吧 这里刚好呢变化比较多 然后确实很长见识 我感觉十几年在中国 我可能在法国要生活三四十年 也未必能看到那么多事情 没错 你像最近光几天 你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一日千变啊 就是说你看他们那个微博上写 肖燕琴复活了 这个谁是肖燕琴 就那个小三的事吗 就那个 说是被小三逼死的原配自杀了 结果实际呢 活了还要上电台节目 说肖燕琴复活了 风之恋要复合 就是谢林峰张波之 然后是达芬奇要翻案 郭美美平反了 估计猛牛的奶牛也要重新体检了 就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 不跟不跟我有点不一样 从今天的中国呢 是一个没有标准的一个社会 那标准从何来 是标准从规范来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说今天一般来说 这是黑 这是白 那就是说灰色 比如像今天我穿的灰色地带 是越越越越越择越好 那就是说我到中国 又刚刚回答你的问题的话 今天中国为什么有趣呢 很多的事情呢 不能够简单的 从一个二元对立的角度去判断 这样的话中国就变成信息大国 素材大国 所以今天很多外国的住经济者 特别特别的忙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而且其实中国这个时候 因为国家太大 太多元化了 所以实际上在有一些 小一点国家呢 就你会感觉到 大部分人可能更接近一些 但中国存在那么多 不同的人群 贫富差距就那么大 那不免有很多人 包括中国人可能在北京长大 他无法理解 一些其他的地方的人 去做的事情 中国人感觉比中国人 感觉比中国人自己都理解 都宽容 实际上呢 我觉得这个里头啊 有个真假的问题 你看过去啊 我们讲这个 包括东方和西方啊 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看西方这个搞学问的啊 手中真假 是非 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新闻 其实他也讲 就说这个事儿 我听他们这个搞收藏拍卖的人就讲 因为在西方这个拍卖 这个艺术品啊 什么古董啊 真假是没有问题的 你知道吗 可是在中国真假 从来就是一个非常玄妙的问题 但据我所知 在中国真假呢 也是不能太清楚 中国人不是模糊的民族吗 如果你太清楚了 西方人是模糊的民族 对我们又另外一回事 我们说 我们也是说了这个西方的制度文化嘛 但是我们的灵魂当中有一些模糊的东西 我们的表达比较委婉啊 但这跟所谓的判别是没有关系的 但在中国呢 除了判别 包括很多就是事情呢 是不能够分得那么清楚 而且必须的是在一个一个中间的灰色的缓冲的地带 否则的话没有生意了 而且感觉中国的法律有时候也挺模糊 挺讲就模糊的 很多事情你很容易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 很多事情呢 是不能够说得很透 不能够说得很明白 可能这也是中国特色 我倒是想问问你们这个问题啊 这个达芬奇这个家具 它是欧陆的 欧洲的这个风格 对吧 那么中国人这么喜欢买 我跟你说啊 有的议论 我觉得也反映中国这个贫富差距 你看啊 有个微博就讲 说别总骂达芬奇了 人家一枚哄台楼市 二枚污染水源 三枚生产毒奶粉 四枚造能让车压垮的大桥 五枚把全捐款揣自己兜里 对不对 你确定那帮买个家具上百万的人 他们代表普通人民吗 你既然愿意 而且我说一句实话 欧洲人再有钱也不可能买这个东西 怎么讲 因为这是很假贵族的东西 我在达芬奇逛过几次 我唯一能看得下去的是 他们有那种美式风格的东西 比较朴素 比较简单 但所谓的欧式 我在任何一个在欧洲的人家里边 都没有见过 要么我们用确实那个时代的东西 要做呢 也要做的很像那个时代的东西 但是他们做的那种 又假贵族又华丽 但是他真正那个时代的华丽 是一种艺术上的华丽 而不是说那个漆特别亮 那个那个感觉特别 而且就是亮粉色的 还得闪 那个都是假的 日本人就更不买了 而且达芬奇 我原来这以为这想说吗 那个达芬奇密码 对密码 我才知道这事的 所以说我们根本不感兴趣 对那日本人买什么家具呢 家庭装修是什么风格呢 古货 古货 我们核式嘛 榻榻米 榻榻米核式 那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呢 还是充满 你们这个公寓式的楼里面也弄成核式 当然也是跟日本一样的 当然就是说我们有欧式的 但我们的这个住的地方都是用木头做的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肯定有阳式的 有核式的 一般的阳式核式并存的 但我们的整体的风格是核式 那即使它是欧式的 那这个肯定是经过日式的浇工 否则的话怎么变成我们自己的呢 可能在这点上呢 今天在中国呢 就是说大家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很讨厌古货 所以很讨厌古货 首先买欧美的 然后是买日货 然后是韩货 最后是在无奈的情况下买国货 对一直有一个传统嘛 做服装就是最典型的 我们做一个服装 但是呢怎么着 也得为了卖出价 我们得在国外注册一个公司 比如说意大利 我作为我作为中国人 我觉得呢 这个国货呀 确实啊是个提不起来的货 他也没有办法 这不是是国货吗 这个我跟你说 你就我认为啊 是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 一说到家庭装修 就全是欧洲 假欧洲啊 你老是责怪中国人 重洋媚外 可是我觉得实际上还不是 他没有自信心了 他本民族的文化是先被铲除 你知道吗 说明说中国 只有少数的爱好者 可以说中国明白家具 那是世界家具史上的高峰 艺术 可是今天的中国家具设计者 他做得出来吗 他仿能仿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完全达不到水平 如果没有欧洲的样子 你看看中国是什么样子 你没有自己的样子 日本也有自己的样子 什么是中国的样子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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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两位这个到中国看热闹的外国朋友 会汇报一下 我国目前的这个问题 主要是什么问题 就是比如说现在要去做一个网上的问卷调查 那么一定有相当一部分 甚至是大多数人 他们的选择是这样 怎么样呢 就是说达芬奇家具有没有造假 有 央视记者有没有收一百万 有 就所有的坏事我们都相信 所有的好事我们都不信 对 这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网络世界带来了 然后有时候呢 我在微博上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现象 有时候觉得比较愤怒啊 前两天又转一个香烟的这个 后来说这不是早辟谣了吗 然后到最后我会觉得 其实有时候啊 一个社会的健康成长 可能有这些很多的谣言 也是健康的 有一方面是反映的是不健康的事情 而且你会觉得那些人可能有点缺德啊 自己为了各种原因去转去去去造这种 但是呢 有一点好是让大家呢更主动的去提 我便辩讳一下贵国啊 就是说 贵哪个国啊 中国嘛 中华民共和国 就是说 中国呢这种批判思维啊 这个权意识不断提高 那现在呢大家都只有非常无奈的通过网络上 传播自己的情感 那现在是一个寻找游戏规则的一个过程 那就是现在的缺乏标准 缺乏一种权威 所以大家不知道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 那就是只能乱来 那我刚才想问你这个标准和权威 这你认为应该从何来呢 所以现在是在斗争嘛 通过这种博弈来 那现在大家都在博弈啊 那么官方民间是吧 包括做产品的买产品的都在博弈啊 至少有个博弈的过程啊 所以我认为这是个过程 因为现在大家会觉得 如果说有标准有权威 就很难产生这种啊 像这个这个我们国家所认为的 大家都是自由的 各各方的信息都有 那你其实到最后 还是你要通过自己的判别能力 但是问题是啊 这个人呢 就是我想你们国家的是不是也一样 比如说如果我们听说过五件记者收钱的 再听说过五件假记者上门勒索的 如果我们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那是不是等到第十件的时候 我们相信这个宁可信其有 也是符合逻辑的 对 包括这个家具 这种包括这个牛奶 是不是这样 但是最为是这样 但是最危险的是什么 到第十件这样 到第二十件你麻木了 而且就是大家看多了 就不会去 现在的微博就是这样 看多了转转完之后 谁也不去做什么 我现在就觉得啊 昨天我们在一起 不要说我重阳未外 我就觉得 我老在想啊 我说我们会不会因为在中国呀 这个少活十年呢 就是比如我们有很多朋友是从欧美回来的哈 我说有没有可能 因为中国现在这个假食品 空气什么pm 2.5 等等一切的这个生活品质 加起来 如果有个上帝能告诉你 你如果留在那些好的地方 你多活十年 你在这你少活十年 我说中国人反而长寿的 对 常会好 百毒不听 而且我甚至最近还有另一个 我最近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卫生部还是哪 就国家啊 向这个民间征集了几百个方案嘛 就是地沟油嘛 检测地沟油的这个手段 最后现在发现没有一个 有真正的作用 那么我想 既然怎么都鉴定不出来 地沟油跟好油的分别 是不是地沟油就是好油呢 是不是实际上 对吗 我现在甚至怀疑 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就是呢 这个时候任何国家 都不能指望政府 这要靠市场 对 靠老百姓的存意意识 对 那如果你听到了 看到了某一个情况 遇到了这种假的 或者什么地沟油 那你肯定能通过什么媒体 通过其他的方式 去传播自己的信息 那这叫存威嘛 那你是通过这些多样化的言论 不断不断碰撞 最后达到了一个标准 就是他这个存威嘛 也会较真儿 但是中国现在社会上到了一个比较的我觉得比较极端的 嗯 就这天天都在辟谣 我我认为日本和中国人都是两个极端 刚刚为什么说要辩护贵国 就是说日本人是个性善论 极端的性善论 相信人之初性 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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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呢 爆炸说什么就结束 极端的性恶论 什么都得怀疑 那就是说日本 因为我们曾经什么都相信 对 你知道吗 所以一个极端 所以你们是宁可心其无的 这边可能是更多宁可心其有 对 所以呢 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点呢 是我认为就是说日本 我们始终认为我们缺乏着批判意识 我们缺乏一种就是说怀疑的精神 所以看那 那也不能盲目的向贵国学习 那这个应该取长补短 但是说这还是要取来一种平衡 我可以很权威的告诉你 我们法国人一向不缺乏批判主义精神 对 法国人多爱批评 特别爱批评 什么事都批评 但是它没有引起什么问题吗 你觉得 有啊 有啊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影响情绪 他们说法国人是世界上最爱批评的人 对 最不幸福 就是不管爆炸说什么 总统说什么 谁说什么 大家都在批评 所以我说过这个矛盾吗 我们为什么批判 为什么罢工 为什么不满 因为我们认为 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抗议 才能去争得我们更好的幸福生活 对吧 这是没错的 可是你越意识到这些问题 你越不可能幸福 这是一个矛盾 是一个 而且呢 我就觉得 现在很多人就说是开药方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有些人说是道德坏了 道德坏了 所以这些个假的层出不穷 而且呢 这个人心呢 就没有了信 没有了信这个字 那其实 比如说像达芬奇啊 像这个这个央视之间发生的这个事啊 还有人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啊 法律 如果你不用它 它就是没有用的 法律定出来啊 所以这种观点就是说啊 鼓励你打官司 就在当前这个时代下 别管什么性善性恶 我们听法律的意见 你们去打官司 看看最后法院怎么样的裁决 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 再健全 就可能好像似乎越多越健全法律的国家 它越多的官司 为什么 因为法律很细的时候 它有很多除什么什么情况外 如果你可以排除什么 然后利用这些控制 再告诉大家 那很简单 我都见过一个是有绑架罪 还有就好几个罪名很严重的 但就因为警方抓捕过程中 程式出了一点点小问题 这是不合法的 对吧 就这个整个案子取消了 所以你要再想起这个案子 抓这个坏人 那你得重新搜集材料 重新交一个新的安全 这个完全作废了 这就是法治国家 就是天下就挺邪恶的嘛 是啊 所以就是说在日本的话 我们法治或者法律呢 它是就是说法律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法律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法律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就是说我们说 首先我们看舆论 看媒体报道 OK我们看了一个政府的表态 但是我们民众 我们说主权在民嘛 有什么样的人民 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嘛 那就是说我们说 人民最后相信的是什么 我们相信法制不是完美的 但是法律 在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当中 最权威的 那今天在中国法律显然是最弱的 法律 那就是说大家 我这边比如微博 我微博我还是很警惕的 那就是说微博的背后 法律的影子在哪里 几乎是没有的 大家完全凭情感 就乱吵架 是吧 然后讨价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不考虑这种标准 那就是说法律在中国的地位呢 显然是太低的 所以你说的一种标准 其实就是权威 就是你刚才你用的这两个字 所以你看两国人士都给我们我国提出了建议 就是法律 法律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览图一遇 一跃千里 在环球事业下明察秋毫 在时空穿梭中紧扣关键 集中关注 补充观点 融合全媒体 全世界焦点资讯 无限共享 2012凤凰卫视强档云信息直播节目 天地一貌 凤凰焦点关注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排 传承千年念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朱丽也要接茬 朱丽安要接茬 朱丽安 罗明欧说的怎么样 刚才他说的 加藤说的法律 这种权威的标准 其实让我想起 就是很多我的中国朋友 跟我提的 你看我们国家就是没有信仰 没有信仰 就是没有方向 其实你说的这个 不是为一种信仰 信仰 信仰法律 大家朝一个方向看 其实也是保证 社会秩序的一个方案 对我们说法律面前 人人都是平等 那就是说我们的首相 我们的外相 我们的老百姓 企业家 我们在法律的面前 永远是客气的 但舆论呢 舆论是肯定有个博弈的 是吧 就是说 那他们的媒体的作用 也是侦读法治 有没有 你知道我再给你们提出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中国的成语 我们这还有一句话叫 法不择众 你知道这玩意儿真是挺难办 法院的人手是有限的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如果所有中国人都去打官司 中国法院立马崩溃 封了 就是封 但是事实上多少产品 有问题 所以我们前一阵 说到这个食品或者什么的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 还提出一个口号 我说请去验证每一个标签 请去检验每一个产品说明 我自己的直觉 中国的这个产品 在这个产品标签 很大一部分是有水分的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平常我的感觉 我老觉得在北京买东西 受骗上当 我老会觉得有点 不管在哪个环节上 老会觉得受骗上当 所以谈到 我在转回达芬奇这事上 我代表法国人 也要说一句心里的话 就是要培养一种大家的审美 虽然审美有时候 大家都可以说是 这个萝卜白菜哥所爱 但是审美太重要 就是达芬奇这种 为什么欧洲人不会 我觉得他还是审美上 比较保留了一定的传统 一定的审美 所以这种就是 不伦不类的 假贵族的 是似不像的 然后就放在家里边装潢 什么风格乱搭在一起 就像这 这个Gucci的眼镜 那个DNG的帽子 然后是用哪个 尔曼尼的裤子 所以中国人很不自我 中国人很不自我 极端的不自我 我也非常同意 我也作为一个 普通日本的国民 就是说也要说一句 就是说 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在哪里 审美观在哪里 你穿了一个Naguchi 什么Prada 就好了吗 你不买国货 就什么牛了吗 所以我 我非常搞不清楚 我作为一位记者 我觉得 实际里头 有的时候 你只能去打 那个你惹得起的 你不敢打 那个你惹不起的 其实长期下来 你自己也不正义 对吧 你不也是欺负小个的吗 对吧 你也不敢惹大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区江楼贯文明启示录